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在今天6月18號凌晨大約點幾鐘 澳門高樓街某個大廈報稱有人受傷 30多歲的男傷者就由消防送到醫院 他的眼角或手背是有裂傷 根據了解,有人聲稱事發時和已經分居老婆 因感情問題發生口角,竟然有人衝進廚房拿菜刀 雙方拉扯期間有人受傷,男人報警 他老婆前妻見到這個狀況,馬上離開現場 警員亦在現場發現涉案的菜刀 這個男人說之前亦曾經被對方打傷 通知了施警跟進處理 突然又有一宗掌刀傷人事件 今次就是所謂的感情糾紛 幸好沒什麼事輕傷 發覺最近的人好像很容易掌刀恐嚇人 好,今集先和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